第二十三章 黑色汪洋 编号02933号原始兴赏 妖族联盟 机械族联盟 虫族联盟 他们三大超级势力联手欲要猎杀罗锋 动静这么大 自然瞒不住其他势力 像北疆联盟 九玉联盟等 一个个都暂时离开那风暴源头去 此刻 虫族联盟共有2102名宇宙尊者 在这颗原始兴赏 机械族联盟共有1906名宇宙尊者 妖族联盟本来数量就很多 基数大 所以共有5230名宇宙尊者在这 总数量超9000名 而且 这仅仅是现在的数字 此刻1081颗原始星 其他原始星上还有一些宇宙尊者主动朝这赶来 使得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累计 至少现在 三族联盟在1081颗原始星上的宇宙尊者 最起码有五分之一都聚集到这了 已有宇宙之主战列 有磨杀族分身 所以 在危险区的非三族联盟成员一律击杀 半空中飞行着的一道机械族强者摇头吃笑 开什么玩笑 为了这一个罗锋竟然弄出这么大动静 不过也对 现在在危险区的非三族联盟成员也没几个了 危险区指的是以罗锋为中心 半径50亿公里范围 在危险区中的三族联盟宇宙尊者数量 也是在逐渐增加 须知每个强者都能遥遥看到上一公里外 使得罗锋被发现概率大大提升 时而就被发现 三族联盟从猎部到现在 也不知有多少宇宙尊者陨落 幸好三族联盟高层都做出承诺 死了必定逆转时空复活 并且归还登记的宝物 否则众多宇宙尊者们 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 没这么多宇宙尊者冒险 这猎部计划根本就无法实施 机械族强者前番尊者悠闲在空中飞行着 他乃是宇宙霸主级存在 在原始星上一直都是单独行动 悠闲飞行 可他的眼睛却是时刻观察着 观察着周围所有花草湖水等一切痕迹 以他的意识计算速度 自然能够发现一切可疑处 须知 整个原始星的花草土地 都是宛如一体的 破坏了都能迅速恢复 假使磨砂族分身变成一块石头藏在那 仔细感应 都能发现 这块石头和整个原始星是格格不入的 飞行许久 嗯 前番尊者眼睛一亮 遥遥看着远处上一公里外 那一道银色流光 那银色流光中 正是银甲银翼的黑发男子 人类罗凤 前番尊者立即靠近过去 准备和罗锋保持稍微近点距离 毕竟现在二者太远 罗锋只要冲到森林 荒原杂草中他便难以看清了 我已发现罗锋 他的最新坐标在 前番尊者立即上禀族群 顿时 三族联盟总指挥处 得到了罗锋的最新位置坐标 使得罗锋的移动轨迹图头 多了新的一个点 他们也立即传令 让那超过九千名宇宙尊者 朝这个最新坐标位置 所在点逼近 仅仅半分钟后 哗 锋利而冰冷的金色刀光掠过 前番尊者虽努力抵抗 却仿佛是高速卡车前的小蚂蚁 轰隆 冰冷的战刀 带着透骨的寒意 直接劈在他的铠甲上 可怕的冲击力 瞬间达到高等质宝铠甲的极限值 嗡 高达近十米的神体 瞬间便是一站完全湮灭 我有高等质宝铠甲 竟然都挡不住 他磨杀族分身的一刀 难道他真是宇宙之主 幸好 我将我最重要的质宝 放回了神国 前番尊者 在感觉神体完全崩解时 脑海中浮现一串念头 紧跟着意识陷入无尽的黑暗中 磨杀族分身将半空中的质宝 直接收起 轻声道 前番尊者 那最为出名的一件质宝 前番之意 竟然没戴在身上 杀前番尊者 仅得到一件高等质宝铠甲 和一件普通质宝兵器 以及世界戒指 并无传说中的前番之意 即使这样 依旧赚的不少 杀一名宇宙霸主 比杀十个宇宙高等尊者还赚 罗锋站在九霄河的河面上 带着磨杀族分身飞来 当即心意移动 将磨杀族分身收入世界戒指 同时也收回磨杀族分身之前 拿去使用的血影刀 血影刀乃是顶级质宝 微能极强 罗锋也是将自己的诸多藏宝 以及血云殿藏宝室中的诸多质宝 都献给族群才换取了这一柄血影刀 当年罗锋需要两刀 才杀死穿着高等质宝铠甲的重展尊者 这前番尊者同样穿着高等质宝铠甲 且神体近十米高 更加庞大 若是让磨杀族分身使用薄荷刀 怕是数十刀上百刀 可仗着血影刀顿时威能大掌 使得那件高等质宝铠甲 抵抗能力大幅度下降 才能一刀直接击杀 这才仅仅顶级质宝 罗锋暗道 若是巅峰质宝 或者质强质宝 那得何等的威能啊 顶级质宝 一般就是宇宙点主才使用的了 就算宇宙尊者有 一般也是顶尖宇宙霸主 才会有一两件 嗯 第十六位宇宙尊者 第一位宇宙霸主 罗锋轻声道 收起九霄盒 又继续开始了迅速的逃逸 逃逸时 时而地球人本尊飞行 时而磨杀族分身靠天赋秘法御 迅速改变位置 尽量增加那三族联盟的围剿他的难度 并且但凡所遇到的三族联盟宇宙尊者 丝毫不留情 一律杀光带走战利品 罗锋击杀的三族联盟宇宙尊者 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宇宙霸主也有三位 可恶的小子 让他且得意且疯狂 现在危险区越加缩小 发现他的概率大大增加 而班夫之主也一直以最快速度朝那赶 要不了多久 班夫之主便到了 他的逃跑范围越来越小 让他最后疯狂吧 三族联盟的总指挥处的十余位高层 进阶有些恼怒 因为罗锋实在太狠辣了 而且这杀的效率也太高了 须知 复活这些宇宙尊者 还是靠他们这些宇宙之主的 这颗原始星上 三族联盟的宇宙尊者数量 已经突破一万名 并且很多都进入危险区 使得危险区的三族联盟宇宙尊者数量大大增加 自然 罗锋想要躲避行踪就越来越麻烦了 他的伪装也根本没用 变成山石 和原始星格格不入 完全能够感应发现 变成其他一族尊者 一律杀无赦 变成三族联盟已死的成员 须知 宇宙高等尊者都是集体行动 那么只能伪装成宇宙霸主 可是罗锋所杀的宇宙霸主 一共才几个 且三族联盟早知道 那几个宇宙霸主被罗锋击杀 自然会被轻易识破 至于活着的三族联盟宇宙霸主 罗锋没亲眼见过 也根本无法复制其气息 而且宇宙霸主的坐标 总指挥处一直有记录 罗锋很容易被识破 总之 无处可逃 刚刚飞到其他方向片刻 便遇到三族联盟的宇宙尊者 刚刚击杀 很快又遇到宇宙尊者 发现我的频率越来越高 这些宇宙尊者们 彼此距离也保持很远 让我磨杀族分身 想要追也很吃力 之前遇到四名宇宙尊者 仅仅杀了三个还有一个便逃掉了 罗锋眼眸中隐隐有着红光 不过既然你们这么疯狂不给我一丝余地 那就来吧 杀吧 杀的越多 也诱发了罗锋骨子里的叙血杀意 一百六十个 一百八十个 二百个 二百四十个 二百八十个 三百二十个 罗锋完全杀疯了 随着碰到那些宇宙尊者频率越高 罗锋杀的三族联盟宇宙尊者速度 也是越来越快 每次杀死 罗锋必定将一切战利品都收缴走 这让三族联盟高层都愈加愤怒 人类罗锋 等击杀你后你收缴的一切都要再还回来 班夫还有多久能到罗锋呢 他一直在改变位置 不过没多久了 就让他现在再挣扎一会儿吧 班夫之主正在以最快速度朝罗锋处赶去 他是离罗锋最近的一个宇宙之主 现在整个原始星上属三族联盟的宇宙之主 已经有四位降临 只是因为龙行之主的干扰 使得他们无法超大范围使用掌控一方时空 在这颗原始星的无尽汪洋上空 一巨大的漩涡通道悬浮在半空中 哗 一道无比巍峨的高约有上百万公里的巨大身影 跨出通道 出现在半空 巨大的山脉 身躯上有着足足八条天柱般的体长 同时还有着四条粗长的手臂 整个山脉身躯的正中央则是有着巨大的眼睛 他便是妖族联盟耗费无尽好处 才拉拢来加入妖族联盟的一位无比强大的存在 通领之主 通领之主乃是宇宙诞生时所诞生的特殊生命 特殊生命虽厉害 可一名特殊生命能修炼到宇宙之主阶段 这才是真正厉害 自然是各大势力都争相邀请 在他还是宇宙尊者吉时 便最终加入妖族联盟 哈哈哈哈 通领之主发出震天的笑声 无尽汪洋的海水都震荡了起来 哄 无穷无尽的黑色海水瞬间弥漫笼罩了海洋 森林 沙漠 沼泽 荒原 几乎瞬间便已经完全笼罩了整个原始星 令整个原始星笼罩在一片黑色海洋中 黑色海洋中蕴含的无比可怕的束缚力量 简直不可思议 所有的强者包括罗锋 全部被淹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柳